对 挑马是最容易拉难度分的一个项目 好 来看科莫马 高低杠 并涛后跃至高杠 然后是帕克空翻 这两个都是D组 并涛180后跃至高杠 这是个一组的换杠 俄罗斯队基本上人手一个 动作非常流畅 并涛180 直体的叶格抓杠非常好 第一加0.2 对 并涛360 分腿特卡切夫 这次又有一个转体接腾越的连接 对 异地加0.2 两个连接的0.2了 下法了 我们看他们的下法很稳健 对 他虽然下法难度不是相当高 只是一个D组 但是他满足了组别的需要 而且呢 他能够不扣分 就比我做一个E组 或者F组的下法去动那么两步被扣分 要滑得来 我们看他科马娃这条动物整体 他很轻松 另外很流畅 所以这也是规则里鼓励的一个方向 就是说你不能有过多的停顿 另外他从高杠换握低杠 有两次不同的这个换杠动作 也是做起来比较新领 另外一个扣分的因素比较少 我们看吧 他这条难度呢 跟中国的几位选手都是6.7的一个难度 但是他的这个连接呢 他是用转体接空翻 他有两次这么做 还有一次呢 是用换杠的办法来获得连接加分的 也就是第一次